把这个鸡肉切成块 这个肉质可紧似了 紧密 非常的鲜嫩 我们本地就叫它猪尾巴勾鸡 一起焯水 为什么你会选择用猪尾巴这一块呢 这个七年鸡吧 就是散养的嘛 就我们的口感感觉到有点干那种 完了放到猪尾巴了 润一下这个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 就把猪宰了之后就卖了 我妈就把猪尾巴留下了 到过年的时候才吃 它也挺像的 我们全家人得爱吃 那这也算是童年的一种味道上的记忆 对 童年的 童年的记忆 让这道猪尾巴勾鸡 成为了王姐心中 难以忘怀的妈妈味道 我本来在县里头开了个小餐馆了 然后我妈年纪大了 方便照顾我妈 就回来村里头养了点鸡 用富含胶原蛋白的猪尾巴 与鸡肉同烹 让干柴的鸡肉 有了油润的好口感 这种用猪的不同部位 搭配鸡肉来炖的烹饪方式 被当地人称之为勾 排骨勾鸡 五花肉勾鸡 使得猪肉的汁香 与鸡肉的鲜香完美融合 都是顾洋农家餐桌上 受欢迎的家常菜 那么王姐究竟是怎么制作 猪尾巴勾鸡的呢 油到七层肉直接下入超好水的鸡肉和猪尾巴 就是先扁一下这个肉 姐 为什么我们炒的时候不先炒料炒香之后再下肉呢 我们这儿的调料不是都用这种粉状的吗 如果你要是放进来它 它不是糊锅了吗 还真是 煮得更入味儿了 味道调查员发现 王姐烹猪尾巴勾鸡时 加入的是用辣椒 大料 花椒等调料磨成的粉 为什么不是直接放入各种调料进行调味 而是用各种调料粉来调味呢 我们这个地方原来也不采那些调料嘛 就是说它跟节约一点 跟森一点 就这个习惯也一直保留下来 对 一直看家里老人都是这样做的 曾经的顾羊山路崎岖难走 导致运到本地的各种调料运费成本高 价格贵 一贯节约的顾羊人想出了将各种调料打磨成粉 在烹菜时使用粉状调料来调味的方法 于是这种节约调料的烹饪做法一直延续至今 黄芹干 一般加多少量会比较合适 少放点就行了 这个提鲜嘛 炖羊肉 炖牛肉 也啥的 炖肉都可以 这儿的人都很喜欢吃这个 加水可以炖它了 包个鸡蛋 完了我们一会把它放进去 这鸡蛋是熟的吗 熟的 就是放的熟蛋呀 为什么会直接用这种熟的鸡蛋放到菜里边呢 它就是当地人嘛 就爱吃 我们在好多的菜里头都放这个 这个就是当天熟的蛋 当天的更好吃 而且是糖鲜的 带鸡肉块和猪尾巴块八成熟时 锅中的汤汁变得浓稠 此时加盐调味 接着加入土豆块和包了皮的熟鸡蛋 让营养搭配更丰富 再继续炖煮约十分钟 王姐说 趁着这个时间还需要再准备一种美味 搭配到这道菜品中 那是什么呢 这鲜在锅里瞬间变得有点拥挤了 要不要翻一下呀 不用 不用翻 你要是把土豆铲到底下 这会黏锅的 会红锅 下面有肉 它不是有油吗 它就不会红锅 那这碗黄米面还没有用上呢 对 它也要锅 它要蒸 一会儿也是那个菜里头放的 黄米面分层蒸熟 柔志诚在顾洋人心中有着节节高升美好寓意的素糕 这个为什么要放到这个时候才做呢 因为我看那边的肉也快熟了 这个就是跟这个一起熟的 要是放凉了这个不好吃 还得趁热 有点好奇这个味道 有点黏牙 但是它跟我们平常吃的那种糯米瓷巴又不太一样 好像有一点点沙沙的颗粒感 蘸的那个汤汁吃得更香 围绕着盘边缘整齐摆放 便可以迎接已经炖熟的鸡肉块 猪尾巴块和其他食材盛出了 刚出锅的猪尾巴沟鸡香味四溢 船鸡皮 如果我们下期 wai Intelligence 摇写 有点赞浓水